这个充满刺激酷炫的赛车运动 往往要投下庞大的人力物力 相当吸引众人的目光 也造就了特殊的魅力风采 基隆超跑嘉年华记者会中的这台超跑 目前是亚洲0到400公尺加速最快的一台车 MH99的阿古的这台车是全车碳纤维 然后涡轮套件是AMS Alpha 15X 目前是亚洲车牙和Draki的纪录保持人 亚洲区域的部分的话 它的记录是最快的 048.51和048.47 它的过程也不是说一次就改成这样 所以中间有经历很多过程 可是这也是玩车的乐趣所在 当然是花费不少 非常多 可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配置 这个胎框是平常路上用的 并不是它跑直线专用的框 跑直线专用会换另外一组轮框 而这样的赛车运动在国际港督举行 对于基隆的国际能见度 也有相当的帮助 我觉得像刚刚市长也有讲 像摩纳哥 澳门 其实就是城市赛道 每年飞去这两个地方的人 非常的多 其实大家就是为了看赛事 可是相对的你看这么多人去 那观光肯定是会变得更好 城市的封街赛 或者是直线交流赛 其实如果当大家都很熟悉 譬如说基隆就是会办这种 封街赛事很盛行的话 其实是好的 因为如果是合法合规 我觉得当然是对整体产业 一定都是上升 我觉得说基隆的话 慢慢的话走向这个观光城市 所以呢我觉得各种的东西 或者是各种Style 我觉得都可以来去做一个尝试 那当然这个0到200的加速的感觉 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在 这个大家很多的市民朋友们 他希望说我们基隆在后疫情时代 那可以让观光更为的蓬勃的发展 那市民也忠心期盼说 有更多的活动 那更多而不一样的Style 可以展现在基隆 让我们台湾看见基隆 让世界看见基隆 画面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游客 看到超跑都忍不住停下来 合影留念 可以想象如果超跑活动 在基隆举行的盛况 相信能够吸引很多游客 来到基隆这个国际港都 共襄胜举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